出生台湾的陈维恩 2009年离开美国戏骨优渥的生活 西家带眷搬到八部崖牛 几内亚的比岸岛宣教 在这直径三公里 仅有2000原住民的火山岛上 没有淡水 没有电焊网络等文明产物 出入得冒险航行 又要冒着又女的疟疾 妻子离哀复发的风险 一待就是十年 这样的生活写照 让身旁的人经常质疑 人生黄金十年 这一切值得吗 就是光每天要在那边生活 然后登革热 瘧疾什么的 就是这些都不会是一个 值得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到了最后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 我们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 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读 在我们生命中 所经历所有的一切 为了融入部落生活 把福音清楚地传给别母族 成为恩夫妻 用三年的时间学习当地语言 创造别人文字 教导族人读写自己的语言 开始传讲耶稣 受难复活的福音 领人归主 2012年建立了属于别母族的教会 隔年11位岛民接受洗礼 接着2016年案例第一代长老 他们更航行到 25公里外的小岛传福音 我们的生命中 每一公斤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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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菜 蓋房子 凡是自己來艱辛的生活 都抵不過妻小 在醫療資源缺乏環境中 無法保證家人安全的天人交戰 這真是陳維恩身為丈夫 父親最大的挑戰和痛苦 有人直接跟我們說 跟我說就是你沒有權利 替你的孩子做這樣的決定 把他們帶到那樣的地方 在過程當中還是會問神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 或是我們有做錯什麼決定嗎 但是最終來說 當我們想到神有沒有改變 他的慈愛有沒有改變 他對我們的拯救有沒有改變 後來想想都沒有變 到了最後 我覺得我必須要檢驗我自己的心的是 我相信的保護從哪裡來 是我自己做父親能夠提供的這些的照顧 還是我們就是相信天父 會對我們的生命負責 放棄舒適圈進入異文化宣教 理性上似乎明白跟隨耶穌要付上代價 但陳維恩說 當自己信心退後時 還是會不斷的問 要將自己的生命砸在什麼樣的事上 生命被神用的時候 不一定會在 不一定是舒服的 不一定是我們自己計劃的 但是我所要經營的生命 不是我未來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命 我要經營的生命 是未來兩千年兩萬年的生命 但是其實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也不是永遠都看著永遠那樣 所以我們非常理解 其實我們跟大家一樣 我們也是活在這個世界的人 但是我們知道的是 神跟我們在一起 而且真的 如果當我們面對 甚至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知道說 神做我們的居所 就幫我們解釋了很多事情 祂是愛我們的 縱然是癌磨病人 張悅慈談話的神情 卻有一種沉靜的安穩 採訪最後 陳薇恩牧師也說 希望大家忘記他們的故事 因為更多華人宣教的故事 正在開始